回到神歌怕不怕得真与美兼容吗? 回到神性vol.03p14,1958,在58年12月10日梦买的印度时报社论栏目中的Literary Lapses标题下,有人争论真与美是否可以相互兼容? 社论说,在批评胡马云·卡比尔教授在加尔各达发表的关于文学失误的演讲时,如果说到这一点,人们会心甘情愿地同意表达真相,但既然真相并不总是美丽的, 事实上,他常常令人吃惊和不愉快,一个人如何同时表达真与美? 作为对此的答复,我们可能会通知所有相关人员,真与美是兼容的术语。 相当强调地断言,绝对的真理总是美丽的。 真理是如此美丽,以至于它吸引了所有人,包括真理本身。 真理是如此美丽,以至于许多圣人,圣人和奉献者为了真理而放弃了一切。 现代世界的偶像圣雄甘地毕生致力于真理的实验,他的所有活动都只针对真理。 为什么圣雄甘地,我们每个人都在追寻真理的冲动,只是因为他不仅美丽,而且充满力量,足智多谋,出名,气觉和知识。 不幸的是,人们没有关于实际真相的信息,生活中各行各业的99.9%的人只是以真理的名义和追寻真理的名义追随不真实的足迹。 我们实际上被真理的美丽所吸引,但我们习惯于以真理的名义从远古时代就爱不真实。 因此,对于世俗的人来说,真与美是不相容的术语。 世间的真与美解释如下,一个人爱上了一个漂亮的女孩。 这个人很强大,也很强壮,但她的性格却很可疑。 这个女孩不仅长相漂亮,而且性格也很圣洁。 所以美少女不喜欢强者的求婚。 强者却一意孤行,美少女只求男方只等7日,然后定下男方能见她的时间。 强人一口答应下来,满怀期待地开始数数,等着临时安顿好去见那姑娘。 然而,为了表现相对真理的真正美,圣女采取了一种非常有教义的手段。 她服用了非常大剂量的泄药,连续7天她只拉西便,还吐了她吃的所有东西。 并且所有西便和呕吐物都储存在合适的水库中。 所谓的美少女,因为吃了这种通便药,变得瘦骨临寻,脸色发黑,漂亮的眼珠被塞进了颅窝。 而在约定的时间,她焦急地等待着迎接相爱的男人,男子衣冠楚楚地出现在现场,向一脸郁闷的后车少女询问叫她来的美女。 男人认不出那个等待的女孩就是她要找的那个漂亮女孩。 然而,同一个女孩的处境很可怜,愚蠢的男人尽管一再断言,也认不出她。 这都是因为药物的作用。 最后,女孩把她美丽的所有故事都告诉了有权势的男人,并告诉她,她已经将美丽的成分分离出来并储存在水库中。 她还告诉她,她可以享受储存在水库中的美丽果汁。 世俗的诗人或疯子同意看美的汁液,因此她被引导到散发着难以忍受的难闻气味的西便和液体呕吐物的商店,从而向她透露了美容液的整个故事。 被圣女恩宠的没有个性的男人,能够分辨出影子和实体,从而清醒过来,那是我们每个被虚假的物质没所吸引的人的真实立场。 上面提到的那个女孩,按照她心中的愿望,发展出一个美丽的物质身体,但实际上她是远离这种暂时的物质身心的。 她其实是心灵的火花,被女孩的假皮肤吸引的恋爱中的男人也是如此。 然而,Humayen Kabir教授和印度时报的编辑都被相对真理的外在美和吸引力所迷惑,没有意识到同时是真理和美的精神火花。 灵性的火花是如此美丽,以至于她离开了所谓美丽的身体,充满了凳子和呕吐物,即使她穿着昂贵的服装,也没有人愿意触摸她。 而且因为我们都追求虚假的相对真理,因此她与真正的美是不相容的。 真相是如此永恒美丽,以至于她保持了与千百年来相同的美丽标准。 除此之外,这种精神火花是坚不可摧的。 外皮的美丽可以在几个小时内被一剂强效泄药破坏,但真理的美丽始终如一,坚不可摧。 不幸的是,世俗的编辑和教授们对这种美丽的精神火花以及这些精神火花的全部火热资源以及他们与超然消遣的相互关系一无所知。 当全能者的恩典在这里展示同样的东西时,那些无法超越感官看到的愚蠢的人在上面储存的西变和液体呕吐物的光中进行了真理和美丽的消遣,因此变得绝望并宣布真理和美丽如何美可以同时容纳。 世人不知道整个精神实体是吸引一切的美丽人,作为最初的物质和一切的源头和源头。 作为整体精神的组成部分和包裹的无限小的精神火花在质量上是相同的美丽和永恒的实体。 区别在于整体永远是整体,部分永远是部分。 它们都是究竟真理、究竟美、究竟知识、究竟能量、究竟出家和究竟富足。 到目前为止,文学诗物所涉及的任何文学,如果没有描述这种终极真理和美丽,都是粪辩和相对真理的液体呕吐物。 任何国家的任何世俗诗人或思想家都可以描述它。 真正的文学是描述这些终极真理和美丽的文学。 诗人Khalides y Humayun Kabir教授或印度时报的编辑一样,都是一个平凡的文学家。 像诗人Khalides y Humayun Kabir教授或印度时报的文学家去见她那个时代的一位博学的女王并寄来了她的名片《黛序》。 特朗人Khalides y Humayun Kabir教授的文学家。